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万点对你来讲真的这么重要吗 还是你的股票涨对你来讲比较重要 我想很多投资朋友我听到太多了 一万点了所以这个盘不能玩 股票不会因为涨高而下跌 就好像有我记得 我先跟你谈几支股票了 我的华邦店在今天创了收盘价的新高 应该创盘中创新高 17.6收在17.5 合金在今天压回来 这是半导体细晶圆 华邦店叫NoFresh 然后呢 我的那个艾厚厚艾福好 就是6531的艾普 因为已经大涨上来 我也没什么好遮掩 上个礼拜我还带新会员上车在84块左右 那今天最高冲到93块 那这档各个我们是80块以下买的 第一笔买进在79块多 所以我们就用80块来计算 今天最高冲到了93.4 艾普是做什么的 其实你应该要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 第一个今天大盘在涨什么 第二个部分未来会涨什么 第三个那杨老师介绍股票 它具有哪些利基点 你应该往这个角度去想 我不会因为今天先进光涨停板 我就变成有先进光 我也不会告诉你我今天追进去了 就是雅光然后拉拉涨停板 不会了 因为光学股对我来讲 没错我同意 我同意玉金光很强之后 先进光做了领头羊再往上冲 我也同意市场的一个投机力 在光学股身上展现 但我不同意它这个产业 会有多大的转积点 这是我没办法同意的 所以我选股票一定是从产业的趋势去出发的 我问你嘛 我就用艾富豪威力 我买的时候 在我脸书上的粉丝专业 我有盖牌 很多人猜到 有一个的讲法 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叫艾收受 艾的收受 收受就普通 所以我觉得还蛮有创意的 那艾普的部分 当时我们在买的时候是79块多 我们就用80块来计算 到今天来到93块以上 是不是这一段是涨了13块 好 涨13块就是涨幅超过10%以上 那为什么敢在这边买 重点是我为什么敢在这边买 这才是关键 今天转强了我进去买 比如说昨天转强了很多人就进去追 那个OK 那个不坦 重点我为什么在这边买 你把这边都遮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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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都遮掉 为什么我敢在这一天买 如果我没有做过研究 我对一党个股没有做过研究 我不敢带我会员进场 如果这个产业趋势是往下的 我也不敢带你去做抢短 就算是抢短我都不敢 因为我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情 你要在股票市场中赚钱 绝对不是盲目的 绝对不是盲目的 我有一党股票停利了 但今天拉到涨底板有点可惜 但相对来讲很多人是被套牢的 我待会跟你谈那只股票叫美希 我停利了 我必须要设停利点 你跌破我的停利点 我就必须保障 我当时在36块买的部分 我必须要有15%到20%左右的停利 问题是估的价格还在往上涨 我待会跟你谈这个东西 这个很妙 我有时候没把它讲得很清楚 是因为什么 第一个时间不够 第二个我讲产业面 很多投资朋友不爱听 你最喜欢听的就是 这支股票有阻力在里面 量价奇洋技术分析 那么形成了一个多头架构 你大概喜欢听这个东西 但是我认为 不管是技术分析也好 筹码分析也好 它最终回归到原点就是什么 就是回到所谓的一个 基本面的一个状况 那你的基本面到底好不好 筹码面影响的是短期 基本面才是长期 我就直接用这个角度来看 我卖掉 我先告诉各位我停力掉了 美其马在今天拉了涨领板 拉了涨领板 这个网路真的有够差 但是今天我们用K线来看 就发现他今天拉涨领板 拉涨领板 美其马拉涨领板 我先跟各位报告 他从高档杀下来这一段期间 沽的价格再往上创新高 我当时在36块买 有没有我在这边买 我36块买 我当时有跟你谈到 我认为沽的价格往上走 将来会反应到美其马身上 结果后来大涨 大涨到五十四块多 五十四块 这一段下杀下来 这一段下杀下来 是筹码面的关系 是因为某一个 某一个券商 当初在这边死命买 后面死命恩赔杀 叫富龙 这个富龙的一个分点 好我们不讨论他的一个分点 因为这筹码站 我也在看 我也在看 但问题是 估的价格再往上涨 估的价格往上涨 就算你主力杀下来 还会影响短期 后面会怎么样 还是要涨回去不是吗 还是要涨回去嘛 就是基本面跟筹码面 筹码面影响的是短期 基本面影响的才是长期 好 估的价格我先跟各位报告 到现在还在创新高 好因为他杀的太深了 杀到我的停力点 所以我把它撤退掉 一旦跌破我的停力点 我就把它撤退掉 就是我不再跟你保留 因为很简单嘛 我必须要保障我的获利 这是操作上的一个规则 好可是你回头想想 我买来这边会不会很安全 对嘛 我买来这边是很安全的 对吧 而不是买来这边 你现在等它上去 那估的价格一旦上不去 它坦一下就打回来了嘛 对吧 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观点 好我们再把整个交易拉回来 今天的主要的主轴是 红海往上中 你很少看到股价会这样大涨 红海而股价会大涨 原因有一个 它公布了去年的财报 每股获利是8块6 每股获利8块6 而且去年第四季的获利创历史新高 那去年的8.6 EPS 8.6元是三绿三升 哪三绿 第一个毛利率 第二个盈益率 第三个存益率 存益率我们用EPS来看 所以通常三绿三升代表什么 代表它在去年的经营的绩效非常好 所以今天开盘就开了 涨了5个百分点 然后这个非常厉害 六大外资调高它的平等 最夸张的叫麦高莱 最夸张叫麦高莱 麦格里 他把它评价拉高到150块 麦高莱 这麦格里胡说八道 那你就不用管 反正六大外资调高的平等 都是到100块以上 所以今天红海大涨 它造成了全职股再往上推 包括了台积电 包括了一些全职股 包括外资 这一定外资买嘛 谁会去买它 外资嘛 所以外资今天是大买超 原因就在红海的部分 好 红海起来之后 那中小型股呢 中小型股也涨 我一定要讲得很清楚 今天报道媒体 有说了一个讯息 叫金豪科 它NoFresh 这个 对 它有NoFresh 它是利基型的IC设计 利基型IC设计 包含我们买进的APP 80块买进的APP 包括什么 包括预创 这三家叫利基型的 那利基 以前叫利基 有一个叫利基 那利基的部分 被APP并掉 并掉 所以基本上 APP也是利基型低润 但是利基型的IC设计里面 APP 它所具有的利基 叫做授权 它是IP的概念 IP的概念 叫细致材概念 我待会跟你谈这个东西 金豪科拉长领满 是因为它手上有 NoFresh NoFresh在大缺货吧 对吧 育创 育创 今天大涨 育创 手上没有NoFresh 它是利基型低润设计 IP大涨 它也没有NoFresh 各位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大家会认为 金豪科的掌停板 IP也会冲啊 什么这个 就联想啦 包括育创也会冲 那IP本身我在买它 并不是它的NoFresh 好不好 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知道 我在买什么 就是说你会觉得 为什么金豪科掌停板也不会 你去追就追到高点 我今天调了一半 今天调了一半 好我为什么把它调节掉 因为上雨天太长 那我必须要保障 我从八十块涨到九十块 也涨了十块钱 所以我必须要做一个 就是有一部分获利落贷 然后再看看它后面的变动 好有时候我们在做股票 这个都没有办法 在line上面告诉你 好这个没办法 这是会员的权益 所以你要把 一定要很清楚的知道 但是产业面的部分 我会跟各位分享 就好像记得我在line上面 当时我在送给你的时候 应该是在三月十号 才华洋溢对吧 就是华邦店 2344的华邦店 当时我送给你的时候 华邦店的股价大概在十二块左右 今天已经来到十七块半 我记得很清楚 来 十号三月十号在这个位置 就是这一天 好我送给你了才华洋溢 三月十号 那我送给你的才华洋溢 当时的股价在十二块左右 才华洋溢 line的部分也告诉你 那么这个才华洋溢 就是有一档什么个股 怎么样 这个具有猫飞学的 大涨的一个器械 我在这边就看到 我在这边就看到 我们会员进去 也在十二块附近 现在大涨 大涨到今天收盘是十七点五 我的涨幅已经接近五成了 我已经获利接近五成 我先跟各位报告一件事情 滑邦店 它会涨上来 当然是产业趋势的脉动 好 那有些人跟我讲了 有会员跟我讲 涨到这一天的时候 我记得非常清楚 这一天 大量这一天 好 有会员跟我讲 老师 有人说滑邦店涨高了 我常在想一些事情 股票的涨高跟涨低 是由你主观的一个判断 好 那会员打电话来 我说你再买十四点六 你再买一百张 有老师有会 有这个头顾老师说什么 滑邦店要来放空 为什么 我说为什么 因为涨高了 涨高之后 这一天放大量 很多人以为结束了 就去放空他 然后我说 你继续再买一百张 他本来手上 就已经有 大概有三百张左右了 再买一百张是四百张 结果十四点六 再买一百张 接收盘就十七点五 一百张三块钱是多少 算一算 会不会算 我直接告诉你 叫三十万 就一个简单的动作 一个正确的动作 不是在这边 十二块买十四五块 把它卖掉之后 然后获利了结 获利下车 再换下一只股票 你这样做 会赚的比较多 我才随便你 我才随便你 所以你会 回头看一些事情 十二块 你买个五百张 三百张 三百张十二块 涨到了这个十七块半 三百张涨五块钱 一百五十万 对就这么简单 三百张三百万而已 不到四百万对吧 所以简单的操作 是最重要的关键点 好 那我对大盘的看法怎么看 我认为 主角就在 no flash 跟什么 跟半导体吸星人 但是呢 因为他们短期涨高了 譬如说滑邦电已经涨高了 我不会带你去买二线光学 不会 我等你拉回 我等你拉回 新会员要上车 新会员上车 没有涨高的问题 第一季 我的no flash 滑邦电是没有涨价的 第一季 滑邦电的立即行低院 是没有涨价的 我是第二季才开始要涨价 你认为它涨高 还是没有涨高 老师 可是你们买继续的十二块 现在涨幅50% 你可以等它拉回再来买嘛 好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 当然我会在第一时间 告诉我的会员 你会跟上我的脚步 或者 我也会提示你吧 在哪里提示呢 在我的line A的部分 我的line A部分 欢迎各位加入我的line A 那小老鼠A账号是 FU8899 FU的意思就是for you 为了你 我要你发发99 这是我line的一个这个 这个群组 也欢迎各位能够加入我的line群组 然后如果有任何的个股 包括我之前解了一下 这个苹果的供应链有没有 我当时给你提到那个状况 2017 他们2017变2016 那个那我就不带税数 那个很啰嗦 有时候我们在讲的时候 真的是一个连贯下来 好 除了产业面 我会告诉你no fish的一个好 当时给你讲的时候在12块 我会送给你资料 然后呢告诉你补充资料 都在华邦店12块多的时候 那现在的第二个 启动点会在哪里 买点会在哪里 赶快跟上脚步 谢谢大家收看 明同时间再见 拜拜